改善图书馆环境是让孩子亲戚阅读的第一步 也是玉山黄金种子计划长期推动的目标 玉山志工基金会22号下午在吉安乡的吉安国小 举办了玉山银行捐赠图书馆启用仪式 见到徐正蔚亲自前往参与 感谢玉山银行重视花莲的教育 全国第156所玉山图书馆22号下午在吉安乡 吉安国小举行启用仪式 现在徐正蔚表示 玉山队教育的热心也看见对图书馆的评选 规划施工的用心 让江国小师生队推动阅读教育更有信心 玉山银行以及玉山基金会 为地方做什么 为国家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 而今天是156所 我们的图书馆在全国各地成军第156所 在花莲玉山银行支持我们的国小 我们的图书馆是第7的图书馆 我要谢谢玉山银行 而这次我们也要谢谢孙校长 孙校长特别把我们的智慧校园 两个系统跟我们的玉山图书馆 把它整合起来 一个是我们的智慧图书 一个是我们的智慧健康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推动今年的智慧校园 今年到年底要全部在101个小学 25个国中把它借资完成 这是花莲县政府在做我们智慧校园的 智慧城市的一环里面 我们在教育里面这么重视 用知识来翻转我们的天象 用知识给孩子大发的启发 让孩子种入浩瀚的书海 可以成就他非常多的智慧 我想这个飞跃环球这样的飞跃 也沉浸在我们的书海里面 我相信由其中推出世界的话大不同 所以在这里 郑慧城市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这个平台 我们智慧图书馆的平台 也会连接到我们花莲县政府的 我们亲师生平台 而亲师生平台 也是全国唯一 有跟国家图书馆连结 可以线上平台阅读 我们国子图的所有书籍 所以我们只希望小孩子有时间就阅读 而阅读让他未来的人生能够反除 让他的在经验生活中 可以不断的不断的生智慧 而也把他反除的这个得到知识 能够运用在生活以及我们的教育中 玉山也好表示 为了让偏向的孩子们能够获得相同的阅读资源 玉山志工实地走访学校并且体验学童需求 为小朋友们打造全新的校园图书馆 一份爱可以牵引更多的爱 玉山期盼以这股热忱 凝聚爱的力量展现对了若实的关怀 而玉山黄金种子计划更是结合了社会资源 由玉山人、玉山志工基金会 以及玉山世界卡卡油 共同投入心力捐助 在偏向对弃资源区培的小学 打造梦想的玉山图书馆 体现出书中自由黄金物的道理 在孩子们心中拨下知识的种子 期盼未来能够促成一片圣灵 疲有更多需要照顾的人 记得喜欢节目的频道